我,美妆博主穿越成了烂尾纹的悲惨女儿,白月光女主归国那天我正在厨房里百度男主最爱吃的菜叫成,男主推开门冷笑,该把丽夫人的位置让出来了。 白月光躲在男主身后,成全真心相爱的人吧,你当了这么久丽夫人,该知足了。 我是若亲妈甚至绢身相救的婆婆鄙夷的看着我,纠战却朝中究有美蒙破碎的那一天,离了拿钱走人,别再甜脸纠缠我儿子了,离婚,我不,因为,我要亲手改写烂尾,让他们都为我的青春陪葬。 我穿越过来的时候,手里正端着大铁锅,在家里向蓝食指不沾阳春水的我,刚举一分钟就觉得手腕酸痛,门被猛然地推开,男女主仿佛天造地设般在我面前闪亮登场。 我穿到了一本烂尾的现隐小说中,《悲惨女》二宁教和小木,苦恋男主十余仔,是空格婚姻中的现代寡妇。 晶晶爷爷在家打理内务,甚至为旧婆婆捐献了一颗肾,也没能换来一次正眼相待。 小说作者急于回家继承遗产,草率结尾。 我车祸身亡匆匆下线,男女主人品缺大德结果幸福美满。 今天是白月光归国的高光时刻,丽颜为了第一眼就能见到女主。 凌晨开车去机场接机,何小木心疼男主,半夜爬起来准备早饭,结果男主马不停蹄地把女主带回家巡视主权。 情绪内耗许久,女儿受了刺激,当场晕倒尽了哀俗。 属于她的生命本应该在今天进入最后的倒计时。 可是本小姐既然穿越过来了,那就必然会牙字必报,改写历史。 哦,李先生要犯重婚罪吗? 我摘下围裙,冷静地开口。 白月光贺林最在意的就是法律上的结婚证。 我很抓弱点直接痛气,李也握紧了白月光的手,似乎不明白我反常的毒舌。 当初你说只要能结婚,什么都愿意做。 现在林立回来了,你也该知趣地滚蛋了,我懒得理她。 直接回了卧室,开始百度谢药的致死临界值。 没错,复仇就从此刻点滴入手。 男女主看我不理不睬,直接踹门进了我的卧室。 和小木均胜后,身体机能迅速下降,接受不了什么刺激。 这俩人倒好,回来后各种合体刺激女儿,很快女儿就确诊重度抑郁,时常精神恍惚想要死。 我冷冷地把手机放回兜里,挤出一脸软弱地说,没吃饭呢吧,我先做饭给你们一家子吃吧。 闭眼嘴角一抹饥讽,觉得我还是原来那个软弱好捏的柿子,就侧身让我出门了。 等下了楼,我直接去买了无色无味的血药,回来之后我唯唯诺诺地做好了饭菜,给他们一家人都伺候上桌之后。 我直接钻进卧室,我实在看不得自己脸上的肃淡妆容,掏出原主的化妆品为自己提升了一点气色。 化妆至于我顺手查了一下名下财产,还好和小木父母还在的时候留下了一大笔钱,不至于手头一点底气没有。 而且男主的钱也可以随便刷。 为了让原主离他远点,碧妍直接给了一张黑卡。 我翻找半天把黑卡找了出来,准备开始大干一场。 等我走出门外,亲爱的婆婆因为胃口最好,已经住在厕所了。 男主女主一脸痛苦地看着厕所,都维持着体面不想放出第一个屁。 后来贺林实在憋不住了,哭得一声,又气又休地跑了出去。 就这,你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呢。 我穿越过来之前,何小木已经有了严重的抑郁倾向,并且偷偷约了常去的私人医生问诊。 等我做好抑郁测试报告后,心理医生消费不敢相信地看着我。 何小姐,抑郁好像已经没有迹象了,恢复得很不错。 那是当然,本姑娘不仅不抑郁,还要手撕了扎门,重新打拼事业。 何小姐还是不要掉以轻心,记得按时来复查。 萧斐扶着金丝眼睛矿,沉稳地开口。 我灿然一笑,到了谢转身离开。 从私人诊所走出来,总裁秘书就给我打了电话。 李太太,李总想请您到办公室签署一下离婚文件。 我忙,没空,请律师进入离婚冷静期吧。 我直接拨通了四家侦探的电话,给了一大笔钱让她随时听我差遣。 女主小白花是个知名设计师,留学回来就靠着立言给的资源,开始出入各大秀场。 可这资源也不是白痴的。 我火速找了狗仔跟进拍摄一手资料。 很快,集团老总疑似红杏出墙留学设计师的头条,就被我买上了热搜。 立言很快从贺林一声声抽气中得知了热搜的省矿,出手阔绰直间买了某明星的黑料,压下了自己的这条。 显然,老实人形象的明星更有冲击力,很快全网铺天带地的老总红杏出墙就销声匿迹了。 倒是舍得花钱呢?还是快点打巴巴你俩?要不然我的钱又少一份。 我没有因此收手,而是迅速雇了一批专业网络水军,指引神通广大的网友们去挖掘插族婚姻的设计师试水。 你别说,你还真别说,钱还真的没白花。 很快贺林的个人社交账号就被攻击得挺无万夫。 分享日常的微博下面全是网友的阴阳怪气,就连小号也被扒出来循环编骂。 我的微博下面轻易水的心疼美女,美女独美。 贺林吃了这个亏之后,很多行业大拿都对她有所忌惮,怕请她出场。 花瓶新闻会影响到作品本身的热度。 我看着事态发展良好,就把事情交给四家侦探继续跟进了。 为了重操就业,我熬夜苦刷了同类型美妆赛道上三千多位美妆博主最出圈的视频。 砸钱找了技术团队专业分析,为我寻找到新的人设与视频定位。 还好利盐的钱可以随便花,我直接把最牛的团队成员全挖到我这里。 我一心扑在事业直播手绣上,没想到贺林主动找了我。 没有了往日清纯端庄的形象,现在的贺林被铺天盖地的恶评折磨的心理憔悴。 她不再盛气凌人直接让我给她让位置,而是想用和小牧原主的本性善良来实现目的。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外求学,这才给了利盐离开我的机会。 现在也该把她还给我了吧。 贺林擦了擦眼角几处的星星点点泪水,鼻花带雨哭诉。 我看着贺林乌黑的黑眼圈,冷笑了一下,凭借我多年的化妆经验,一眼就看出了这是自己画的。 你觉得这样折磨我们有意思吗? 爱而不得还不放手很不要脸的好吗? 贺林抬这个粉底叶色号惨白的脸哭着说,OK, Fine,我才不在乎谁爱谁。 我只在乎男的死了我才是最大受益者。 我没有折磨你啊。 贺小姐,不过友情提醒,婚外情可是不光彩的哦。 我掏出兜里的卸妆金,直接护在了她脸上。 等我回到家的时候,碧眼已经在沙发上安慰着小宝贝,等着回来骂我。 你疯了,胆子现在越来越大,感动贺林了。 毕先生,我只不过是在维护集团的脸面罢了呢,可不是什么不入流的垃圾都能忍止我们的婚姻呢? 我把包扔到了沙发上,静止走向了丽颜。 红唇浅笑,揉手轻柔地绕在男人散开的领带,释放着若有若无的魅力。 无庸置疑,何小木的脸是美的,只不过抑郁许久,气色不好早就掩盖了美丽。 但这资源到我手里,可就变费为宝,不尽其用了。 丽颜的眼睛透露出一闪而过的捕猎的兴趣。 丽太太,这是在勾我吗? 一旁哭哭啼啼的贺林,听到这声丽太太,直接破防,再次无脸痛哭离场。 丽颜只顾抓着我的手,似乎是对现在的何小木也产生了心动,得不到的果然都在骚动呢。 婆婆听到这边的动静,也骂骂咧咧地凑了过来,扫把星赶紧滚回房间去。 我冷笑着看着蔡桂兰,撩了一下丽颜的头发,没空,我怕你俩有病,狠狠一跃甩男人的手。 我直接拎包进了卧室拍视频,现在正是我视频的流量红漆,借着贺林的光。 这回我正是开启事业独美的状态,看着直播间一波波的网友刷屏。 我表面风轻云淡,看透世俗,实则心里笑开了花。 宝宝们,我现在想放下仇恨,我不想再追究什么了,我的事业还在,我还有你们。 我一只手捂着脸,把脸侧着躲过镜头,看着就像心碎到不愿意露面。 故作坚强不想流露悲伤,别管了,下辈子希望穿越成影帝。 直播刚进行到十分钟,上链接的工作人员频频出错,本该九十九点九的福利品上成了九点九。 整个团队瞬间乱的一锅粥,我火速至浅,下波。 出错的工作人员表情虽然焦急万分,但眼神里都是成功的脚霞。 门被我卡塌一锁,整个团队都在挽回损失,忙着退货,售后,安抚粉丝。 我直接走到始作俑者面前,手指偷在他的桌子前点了点,冷冷的一笑。 监控画面里,男人与贺林的助理讨论着如何回调直播。 每个字,每个表情都被摄像头记录下来。 我没有理会男人的狡辩和疯狂求饶,直接找律师起诉了他,拟定了商务纠纷的诉状。 一般来说生活都跟过山车一样,现在不好,明天一定好。 可我没想到小白花又作妖了,我听着私家侦探给我汇报的消息,都有点哭笑不得了。 贺林买了我对家的通稿,把对的造谣的黑料铺的平台哪哪都是。 一时间代言广告商都找上了我,联系我尽快洗白,否则就违约让我赔得倾家荡产。 贺林是个聪明的女人,也是个太极公尽力的二逼。 她太着急了,太想证明丽言对她的爱,逼宫是古代公斗最愚蠢的一种死法。 蠢女人,我直接开启直播,塑造了一个多年默默无闻支持丈夫事业,发现被判后重回职场结果被小三打击的可怜巴小可怜。 一边回应着网友们一份填膺的评论,我手也没闲着,直接买了几个营销号,迅速把我的直播炒高热度。 我要热度,但我不要上热搜。 思家侦探不解地发微信问我,为什么不直接买上热搜? 这样不是更方便吗? 不,装柔柔这一套,姐今天就要让贺林知道,只有我第一的位置,没有她第二的猪窝。 立言看着网上沸沸扬扬的舆论,摸索着手上的戒指。 立言的手上常年有哪个戒指? 一个是应付媒体的婚戒,一个是白月光贺林亲手锻造的小宿戒。 此刻她却把宿戒转了下来,因为在她眼里,贺林的急功近利,让她变得被动。 很快我就看到立言的一只手上多了一圈痕迹。 我已经提前找好四家侦探,买好了针孔摄像头安在了总裁办公室里。 此刻我正准备去收割成果。 我踩着恨天高,直接走进了总裁办公室。 贺林长喷的香水味弥漫在整个空间里。 不难想象,刚才这里发生了什么? 毕总很有兴致嘛。 不知道愿意出价多少买这个精彩的小电影呢? 我伸手摸出了办公桌下的小型摄像头,不屑地在她面前扬了扬。 视频早就同步传到我的电脑里。 我背了不少犯,不知道立总是愿意出钱买片子。 还是让我这个新闻人物灭口呢? 立言从小到大没被人这么威胁过,更别提被拍黄片了。 脸直接遍布一片阴霾。 立太太这是在威胁我? 还是说,我可以将这个理解为吃醋呢? 男人高大的身影逐渐压了过来。 身上带着一缕事后烟的味道,受了微博热搜的影响以及我频繁的称号刷存在。 立言开始不自觉地称呼我为立太太。 可惜了,姐夫稀罕这个名号。 我从包里掏出湿巾,吃笑着擦了擦手,嫌弃地扇了扇房间里的味道。 还知道是立太太呢? 婚内出轨。 听到这句话,渣男更觉得我是在吃醋了。 直接自信地微笑挂在脸上,狂妄地扯了扯领带。 立言从来没碰过何小木,尽管何小木曾苦苦哀求留下一个孩子陪伴自己。 这种不懂珍惜的男的,下半辈子就应该性功能丧失,永远不举。 立太太不是求着我留肿吗? 现在我满足你,生下孩子你就滚蛋。 怎么样? 立言一只手直接扣上了我的后脑勺,男人温热的气息凑了过来。 我看着面前这个刚做完运动的男的,一阵反胃。 不好意思,刚才看了直播,觉得一般,婉拒了哈。 立言瞬间面色难看的仿佛吃了苍蝇。 何小木,你被夺舍了,变了个人,他又怎么会知道? 软弱的何小木早就带着对他的爱孤独离开了。 现在的我,是牛骨路何小木,早就从地狱的甘露寺修炼归来了。 直接侧身闪过,转身走人,等我出来办公室,才发现外面的员工都还没来得及收起吃瓜的表情。 一个个都无嘴装咳嗽眼是尴尬。 员工们心知肚明二人在屋里的乌山云雨,但还是要叫我一声总裁夫人。 欺讽,怜悯,不屑,在众多员工的脸上,我看到了生活百态。 我把目光停留在一个小女生身上,她的脸微微扭曲挣扎。 似乎有话说,只不过不方便,扫射了一下她的公牌。 员工,夏小小,收拾东西,跟我走。 夏小小迟疑地看了我一眼,我这是被开了吗? 总裁,夫人,听到她的疑虑,我并没有感到意外。 她脸上的表情,有迟疑,有害怕,但是没有拒绝。 她心口的公牌被我直接摘下来。 嗯哼,用陈述句,开了但是我收了你,就因为没有一丝拒绝的神色。 王后夏小小成为了我的得力干将。 我付了她五倍薪水,她全全听我指挥。 小小也很能干,忠诚靠谱。 她早就看不惯丽颜和贺林在大家面前鬼混。 听到我不爱渣男,更是激动地跳了起来,说要帮助我好好打渣男。 灭小三,就这样,将得力干将收入囊中的我如虎添翼,每每规划起了接下来的复仇计划。 我的自媒体事业也迎来了高峰。 借着流量造势,平台很快讨好地向我伸来了橄榄枝。 一瞬间我的视频顶上了平台主页,我的粉丝数量也在飞速增加。 我心情正好,轰着小曲拉开车门准备起乘回工作室。 迟行的路上,一道白色奔驰突然在红灯期间冲了过来。 我出车祸了,汽车轰铭着翻转过天空的时候,我不甘心地抓紧身上的安全带。 我真的不想死,我还没有报仇。 意识模糊的那一瞬间,我看到整个世界都在坠落。 黑白交界处隐隐约约能听到路人呼救的声音,和一个男人向我狂奔的身影。 可我已经看不清那是谁,沉重的车门废墟稠稳地压在我的身上。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,人已经躺在S里。 我眯着眼睛费力地打量着自己现在的境地。 空气里都是浓重的消毒水味道。 一烟站在窗前,背影挡住了我床前的阳光。 醒了醒了,太太醒了,护共激动地拍着病床的栏杆,向周围人传达着消息。 没想到贺林也在,精心地打扮,人畜无害懒散地靠在丽妍的身旁。 医生闻生近来为我检查了身体数据,对周围人交代了我的身体详情。 地妇人身体已无大碍,送来得非常及时,再过几日就可以回家休养了。 听完医生的话,大家开始灵灵散散地往门外走,准备给我留出一个单独的休息空间。 闭眼也不例外,走到门口,只有一个人,止住了脚步。 精致的妆容与病床上的我苍白面容形成了反差。 在病床上的我,定定地看着贺林。 我的眼里,散发出一种冷静和看穿。 在贺林看来,却是因为我已经惧怕了招惹她的下场,打算放手。 明明真大,呵,不过下次就没这么好运了呢。 贺林挑起极力我的发色在手中把玩,青春外表下却是蛇蝎心肠,不是我命大,是你不够格杀我。 虚弱的我一字一句地激怒着贺林,她恨不得当场就掐死我,但是小白花的形象不允许她这么做。 那我们走着瞧,贺林冷笑着离开,而我在病床上已经后怕得一身冷汗。 我当然知道,如果贺林失控地此时杀了我,烈焰会选择站在白月光那边,替她收拾残局。 我根本不是在赌这个男人更爱谁,而是在赌贺林在不在意自己的人设。 还好,老天眷顾我,我赌赢了。 我拍摄了简短的视频,向我的粉丝们报了平安,看着大家都在关心我的伤势,复仇了这么久冰冷的心,也突然,涌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暖意。 谢谢大家一直陪着我,感谢。 虽然我们,话说到一半,我就忍不住鼻子一酸,开始哽咽。 如果说上一次的掩面而弃有作秀成分,那么这回,绝对是真情流露。 夏小小赶紧拉着我,接过来我的话,继续跟大家寒暄。 直播结束后,我和小小在病房静静地分析着这次车祸,消毒水的难闻味道时不时刺激着我,神经隐隐作痛,抓不到证据,我就吃哑巴亏了。 差点小命搭里面,我揉着思考过度的三叉神经,不自觉地开始回忆贺林扭曲的面容。 贺林的话还在我耳边不断回荡着,她不会善罢甘休的,还是要尽快动手。 但是事态突然出现了一个转折,贺林怀孕了,但是对立言来说,这个孩子来得却不是时候。 花边鲜纹满天沸沸扬扬,已经让集团高层心理憔悴,好不容易平息下来。 如果此时婚外孕丑闻再次出现,只怕情况会更糟。 趁着贺林正拿着报告单忙着邀功,我回头打量了一下立言。 立言转身心虚地看了眼我,看来贺林的怀孕在她的意料之外。 我淡然地笑着,没有说话,但眼神却冷淡至极。 私生子合法化,贺小姐,你很会跟紧政策。 在众人计讽的眼光中,贺林忠实没有控制住情绪,眼面戳气。 而肖斐则一言不发,沉静深邃的眼光始终落在我的身上。 作为有名的心理咨询师,恰好立言邀请她来为贺林做心理调节。 贺小姐现在身子虚弱,恐怕这个孩子来得有些不巧。 专业的医生在看完片子后,委婉地给出了建议。 我抬眸深深地看了一眼医生的名牌,掏出手机给夏小小发去了消息,联系这个医生。 晚上我要见她,小小很快联系好了医生。 我拿出一笔钱,要求医生明面上帮助贺林安胎,但是要出手控制贺林服用精神类药物。 怀孕加速此激素的分泌,没有药物的加持,恐怕贺林是很难控制自己。 从第二天起,医生开始尽心尽力为贺林筹备安胎。 一日三餐都要细细规划,唯独就是没有安排心理疏导。 我找到了消费,委屈巴巴地说,恶人自有恶人膜吗? 何况我的抑郁症,是不是要复产来着? 你不能同时治俩个人的病? 小医生笑笑,应允了我。 那你记得复查。 准时点,我点头如捣蒜,直接答应了。 而我也没有停止买水军持续散布他的黑料。 贺林现在在网络上,俨然是一种人人喊打的状态。 说她是过街老鼠,都是夸她的了。 小小点击着花边新闻,时不时空着屏。 夏小小是个资深的追星女,空屏打榜是她的无偿副业,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为爱发电。 这点空屏,根本不在话下。 一半的舆论驱使都是小小亲自开小号引导的。 贺林听说自己再难怀孕,直接疯了。 对于贺林来说,有了孩子才能更好的上位。 她抓着病床的围栏,拼命地摇晃着,不断叫喊着为什么啊? 这是我的孩子啊。 为什么啊? 看着她这幅疯癖模样,我踮起脚尖,在丽颜的耳边轻轻痒痒地安慰她。 这儿交给我处理吧,你先回集团,一会被记者拍到就不好了。 闭眼感激地看着我,这一刻她一定觉得我是贤妻良母,世界上最理解她的那一个温柔乡。 没有片刻犹豫,闭眼转头直接离开,周围的保镖也哗啦啦地涌了出去,整个病房就剩下了我和贺林。 熟悉吗?我居高临下地看着贺林,眼神不屑地在她娇嫩的小脸上游走着。 我出车祸那天,你也是这个角度看着我吧?贺林开始浑身发抖,眼神变得慌乱。 你要干什么?你干什么? 医生不是说了吗?来得不巧,我捏起检查机器的一根电线,在贺林面前转来转去。 我错了,求求你,我怀孕了。 医生说了,流产了我就再也不能当母亲了。 贺林瘫坐在地下,抓着自己的头发喃喃自语重复着。 他不断地用手指甲一遍变划着自己的手腕,浮现一道道深深的红印子。 他确实是身体虚弱应该流产,但是流产了不能怀孕这个事是我让医生编的。 网报让贺林夜不能眠。 有些无良网友甚至打着正义的旗号跟踪着他。 我一点也不心疼他,因为原主和小木受到的刺激比他更多。 若有若无的秀恩爱,一次次压倒了原主,这才有了我的穿越。 我有想过放你一马的,都是女人,没必要为一个垃圾你死我活。 我冷笑着站在贺林的病床前,拿出手机为他拍了一张田径的照片。 但现在我反悔了,我缓缓地把手放在门巴上,把我最后的心软脏送在那场车祸里。 如果不是我对他还心有善意,没有尽早动手,我不会差点死在那场车祸里。 我捏紧了手里的报告单,努力平息着自己的怒火。 贺林的精神状态并不乐观,长久的网报已经让他逐渐变得敏感多疑。 极度渴望在渣男丽严那得到安慰,得到偏爱,闻着熟悉的消毒水味道。 我笑着关上了门,那就把它送给你吧。 我暗暗在心里说道,吃完午饭,我收到肖斐的通知,去做了复查。 我没有抑郁倾向,怎么说你才能信? 肖大医生,我头疼地转着笔,不到该怎么解释。 有复发的可能性,肖斐冷着脸刷刷写着诊断书,我不敢相信地抓住他写字的胳膊。 有没有搞错,我这很明显的乐观啊。 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? 你是,那就听我的。 肖斐把诊断书递给我,示意我去取药。 我别别嘴,任命地松开手,抓着报告出去了。 我一转身,冷面一声就嘴角上扬,心情大好的把我刚才转过的笔在手里把玩。 突然想起来忘记问下次复查的时间,我猛地转过头,杀了个回马墙。 正好看到肖斐的笑挂在嘴边,还没来得及撤下。 我严余地指了一下他,又举起了手机挥了挥,示意电话联系。 要我说,男主就是贱。 何小木对他掏心掏肺的爱,他置之不理。 气如草芥,一心想着和白月光重归于好。 当我对他故意隔音我的行为置之不理的时候,反而天天想看见我。 贺林每天哭天枪地要留住孩子,已经让这个渣男非常厌烦。 面对贺林避之不及,我明知力言派司机盯着我,还是让司机开去了当地有名的狂欢酒吧。 老规矩,两个男模,我拍了他前台,内惑的一笑,接着点了一支烟。 轻车熟路地溜到了最热闹的卡座旁。 小意思,姐穿过来之前,可是和姐妹们常会夜店抠等的女王,必也很快顺着定位摸了过来。 而我此时正左拥右抱地享受男模的。 姐姐点我,何小姐很奔放啊,一个不够,还要再找两。 男人咬牙切齿的声音从身后传来,我都不用回头就知道她是什么表情。 因为我身边的男模女模很快就被一群保镖的阵仗吓得四散开来。 周围的环境仍然在狂欢,我的周围却静默的只有男人急促的呼吸声。 各玩各的,咱水也别耽误水。 毕先生,有这个功夫不如去陪陪贺小姐,扮猪吃老虎。 丽颜没有顺着我的话往下说,而是直接点起一根烟,慵懒地靠在沙发座椅上。 烟云飘散在我的发丝间,浓郁的烟草味笼罩在卡座周围。 周围的保镖一字开来,颇有一种强强迷女的架势。 我站起来,直接随着音乐开始摇摆。 摇曳的身姿,牢牢吸引住了丽颜的目光。 这样的和小木,就好似娇艳火热的玫瑰。 虽然不像白月光那样久久散发微光,但是总有着瞬间致命的吸引力。 来这干什么?我满足不了你。 男人高大的身影挡在我的面前。 归暗撩人的灯光中,我从上到下地扫射了一遍丽颜。 最后目光停留在了她的腿间。 红唇清起,从嘴里挤出则的一声。 小动作,大侮辱,直接逼得丽颜七声过来, 卤着我走到私人包间里。 别急嘛,先喝点酒。 老公我倾瓶点水地在丽颜脸颊留下一个吻。 大男子主义得到了满足。 丽颜很爽地顺从了我的要求。 我飞快地闪出门外。 呵呵,真当老娘傻了啊。 来酒吧之前,我已经找了七八个女陪。 至于是什么陪吗? 当然是那种给钱什么都干的。 我把提前够制好的药,放入了红酒杯里。 这玩意难买得很,给了好大一笔钱才到手。 回到包间,我妩媚地哄着丽颜和我共同喝下了那杯酒。 嘴里暗暗咬着解药,很快丽颜就倒在了床上。 整个人不省人事,脑子断片程度相当于喝好几瓶白酒。 你陪在我的召集下,偷偷从后门溜了进来。 在我的指示下,他们把丽颜整治了好几次。 第二天醒来,丽颜浑身酸痛,而我则在身上捏出了大小不一的青子痕迹,让她更加以为昨天自己雄风威猛。 你什么时候这么有废了清黑的胡茶微微在我的脸上蹭着? 我呸笑着,努力和她表现出亲密非常的样子,推着她去穿衣服,真把自己当个东西了。 呸,我在手机里激情扣字,和下小小吐槽着苦信男的行为。 第二天起来,我就找到了之前联系的那个医生,有了上次的合作,我们这回也更加顺畅地交谈着。 婢夫人还是厨子之身,恐怕这怀孕仪式,造假有点困难啊。 医生面露难色,看着我的身体各项指标考虑着,一张银行卡拍到了桌子。 我含笑看着医生,交给您,我还是很放心的,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假孕? 我眸光一晨,十天之后,七到十天就可以,为了保险我们就十天,就这样。 十天后,我准时来到了医生这里取了伪造的检查报告。 医生还贴心地为我写了一张单子,里面包括安泰该吃什么,不该吃什么,孕期该有什么反应等等。 果然收钱了就是办实事啊,这不就是带着答案做试卷吗? 我美滋滋地带着攻略回去复命了,把包里的报告单摔在了桌子上,我娇柔地靠在沙发上,一副你懂得的表情看着丽言。 丽言当然不会忘这么准,丽言看着报告单,嘴上去泛起了一丝微笑。 我们的夫妻关系问题已经影响到集团的口碑,股市有所波动,这个时候有一个孩子稳定局面,再好不过了,那就好好休息吧。 在家好好待着,有什么需求随时找我? 我很受用地硬贺了下来,转身就找人把这个消息传给了贺林。 我在卧室里放着音乐,享受着美妙的乐律。 门嘎吱的一声被推开,婆婆蔡桂兰握着门巴,不懈地打量着我,没想到是个下蛋的母鸡呢? 既然怀孕,那就老了实实把孩子生下来,别再做妖。 两个年龄差了二十多的女的,却站在不同的年龄视角,揣测着对方,恐怕是没有您下蛋的质量那么好。 我把手放到小腹,装作很有母爱的样子含笑着。 蔡桂兰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杆,想要说点什么来教育我。 刚好张口,才反应过来我实在骂她。 你敢骂我是母鸡,你个不要脸的早晚让你滚出我们家。 我送你离开,千里之外,我直接调大了音乐的声音,屏蔽了母鸡的咕咕声。 说道离开丽家,我在心里盘算着下一步计划。 起初我想的是离婚,婚内出轨败坏他俩的名声。 但我收集到的证据不够多,因为丽言出手销毁了很多自己的酒店记录,购买礼物记录。 不过对于好面子的小白月光来说,我手握的这些,还是足够将贺林打到永世不得翻身了。 因为我知道他在乎的不只有丽言,丽家,还有他的脸面,形象。 我买了一批嘴言的水军,直接把郑七和小三同时怀孕的消息散发了出去。 众多网友本来就爱好吃瓜,有钱人的瓜自然是不会错过。 一时间,贺林成为了过街老鼠,可谓是人人喊打。 有些搞笑的网友甚至将我们的狗血局面写成了小段子。 进行了视频创作,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这样的盛景。 我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,舒心地喝了口咖啡,开始思考起事业的创新。 现在网络上的美妆赛道实在太卷,大家都在不停地创新,找到更好吸引消费者的地方。 消费者的心思真难猜啊,以前是女人的心思真难猜,现在男女都难猜。 下小小叹着气,帮我定装着文书。 难猜,我喃喃地重复着这个词语,感觉有一种很近的感觉。 我突然想到了消费,这个总是神叨叨地让我去肤浅的冷面医生。 不如搞个心理美妆赛道,我激动地抓着小小的肩膀,为这个绝佳的想法祝贺。 事不宜迟,说干就干,我连夜和团队拟好了初步合同。 我主动找了消费,希望能借助她的心理医生身份,连手打造一个新的瓢。 突然走红的心理医生,家庭不顺的美墙惨的美妆博主。 我们的口号就是,看透你的内心,找到属于你的好物。 我们合作,只会双赢。 我把提前拟好的合同放在了茶几上,自顾自地泡了壶茶。 萧斐坐在窗台上,挺拔的身影在阳光的映衬下泛出微光。 纤细修长的手指夹着一根香烟,缭绕的烟云淡薄地攀上了她的双眼。 李夫人,似乎整个人都不太一样了。 她淡淡地开口,以前找我看病的时候,好像是一只受惊的小兔子。 现在呢? 两人的目光在同一空间内突然找到了同一个焦点,像一只冷静狡猾的小狐狸。 我干笑了一下,觉得不是什么夸人的词。 就把话题转了过去,就这份合同,一年挣得钱顶你干五年的心理咨询。 萧斐挑了挑眉,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,拿起来合同认真端向起来。 很有商业头脑,不愧是小狐狸,有什么要求你可以提。 不过分的话,我会考虑加载合同。 话还没说完,萧斐已经签上了大名。 不用,我错愕地看着萧斐,迷茫地眨了眨眼睛。 我相信你,萧斐抬头直勾勾地看着我,眼里有着不加掩饰的坚定。 空气中的气氛开始变得暧昧,我不自在地无嘴咳了俩声,抓着合同往外跑。 娜娜娜你就等着赚钱哈。 再联系再联系,我如惊弓之鸟一般逃离了现场。 工作室里,我认认真真的准备着Q的启动工作。 碧烟派人送来了营养品,还传达了丽颜晚上想约我吃饭的消息。 我看着成堆的吃的,告诉对方今天有点孕吐,身体不适,过两天主动约她。 虽然丽颜现在对我的态度已经180度大转弯,但我知道,那不是爱,只不过是喜新厌旧的兴趣感。 我主动找到了贺林,她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神器。 流产过的身体即使恢复好,也难以抚慰她的精神创伤。 你不是想知道她什么时候离婚吗? 你把摄像投安在屋子里,看看是不是像我描述的那样。 我直直地迎上了女人破碎的目光。 反正我都看过你俩的片,你没什么好顾虑的,不妨赌一赌落。 贺林不服输的非要跟我赌。 咬着牙接过了我手上的针孔摄像头。 你会后悔的,等丽颜清醒过来,你马上就要成为妻妇了。 寻寻善诱完贺林后,我开车去了肖斐的私人诊所。 我去肖斐那里进行内容联合的视频拍摄,团队成员都在嘻嘻嚷嚷地忙着。 肖斐靠在墙上,白衬衫的领口微微敞开,衬衫的袖口卷到了手臂中间。 怀孕了还这么努力、敬业地,关系的工作人员调侃着我。 我温柔地笑着迎合,营造着自己对孕育新生命的欢喜。 看没看过《天使爱美丽》,肖斐突然抬头望向我说道,电影吗? 应该看过吧,有点印象但不多,里面有个台词挺好的,哪个? 我好奇地停下了手里的工作。 你永远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喜欢一个人,除非你看见他和别人在一起。 肖斐的目光淡淡地扫在我的脸上,说完就扭过了头。 我的心突然漏跳了一拍。 哈哈哈哈,如果是我,我会嫉妒到发疯的。 我笑着轻拍了一下萧斐的肩膀,继续干起了手中的火。 没有注意到萧斐的身体突然地僵硬,脸色也暗淡下来。 第二天我就在手机收到了摄像头以连接的提示。 画面中,贺琳和丽妍不堪入目。 像我计划的那样,纯女人带着最后的希望,邀请了丽妍去酒店。 我们再生一个吧,好不好,我等你离婚。 丽妍是谁? 顶级渣男,自私,无情,花心。 此时对白月光的爱也抵不过未来的美好诱惑。 乖,我们这样不是挺好的吗? 哪样? 你知道网上都怎么说我的,我花了多少钱才压下去的。 贺琳情绪激动,已经难以控制压抑已久的不爽。 男人没有任何的表示,只顾自己。 贺琳看了一眼利盐,目光闪烁,微微抿嘴,轻笑了起来。 你不再想娶我了是吗? 从牙凤里挤出这句话,专心点宝宝,回答她的,只有男人的动作。 贺琳彻底心冷了,她转过头,直直地看着, 监控摄像头,我确信,这一刻她已经认同了我的话。 不知过了多久,利盐开始感到迷糊,整个世界头晕目眩。 你他妈给我喝了什么? 利盐捂住脑袋嘶吼着,贺琳强撑着身体冷笑。 为什么会这样? 利盐,你不是说最爱我吗? 为什么我回来之后,你一直在抛弃我? 此刻的女人已经疯癫,精神错乱,再加上长时间服用精神类药物, 已经分不清自己的行为是现实还是自己梦里的想法。 都是那个女人对不对? 不对,你为什么要娶她? 你为什么不等我? 既然你们现在成为了模范夫妻,那就去另一个世界陪我吧。 哈哈哈哈怎么样? 我看着监控画面,本应该性感迷人。 现在的贺琳,却宛若收人性命的白无常。 由于要力的作用,贺琳已经逐渐站不稳。 跟我走吧,盐,跟我走吧,选择我吧。 我们一家三口,我们总算是,我们监控里。 利盐颤抖着捏着贺琳的喉咙,逐渐加大手里的力道, 让贺琳几乎透不过气。 男人的身体素质比女人的就是要好不少。 即使借两家这么多,也能坚持这么久。 你,我,男人猙獰的想说点什么? 到嘴边全是乌液的声音。 情杀,警方调查后得到的案件结果。 由于此事牵扯的主人公热度过高, 本不该展现案件的细节, 但迫于媒体舆论的压力。 警方举办了发布会, 我也借着这场发布会, 彻底完善了我的形象。 我找人收拾好了集团的股份纷争, 签署了相关文件, 释然地说出一口气。 整个复仇的故事在这短短几个月里, 迎来了最终章消费文信赶来, 看我精神状态很好, 长说一口气, 站在原地看着我, 心里压着的那个大石头终于落地, 我也如是重负, 饶有兴趣地邀请他一起去喝酒, 怀孕还喝什么酒? 肖斐把我拢了一下衣袖, 站在我面前挡起了风, 我根本没怀孕, 喝多了就告诉你秘密, 快走。 我拉着肖斐找了一个音乐酒吧, 一头扎了进去, 酒过三巡, 难得没有任何防备。 我看着肖斐清澈的眼睛, 一眼就能望到眼底的沉稳, 你知道我为什么突然不抑郁了吗? 我眯着眼, 抓着肖斐的袖口, 他摇摇头, 主动坐了过来, 扶住了摇摇晃晃的我, 我说了你也肯定不信, 我穿越了, 我是个美妆博主你知道不? 不止现在, 我叨叨叨地在肖斐耳边吹着风, 从我传过来的拿着的那个大铁锅说起, 一口气说到了我假怨肖斐什么表情, 我不知道, 因为我实在喝得意识不清了, 我感觉我的面前, 有很多个肖斐, 他们每个都有着不同的表情, 但是相同的一点是, 我很想抓住他们, 哪怕只是其中一个, 肖斐不懂, 他搓搓手, 轻轻地呼出一口哈气, 说道, 酒后吐真言, 我相信你, 似乎又想到了什么, 肖斐拍了拍我的脑袋, 其他人都是IP丝, 你只需要完成主线任务就好了, 我何尝不懂肖斐对我的感情, 大家都是成年人, 有些话不需要明说, 有些事也不应该点破, 我迷茫地拨通了小小的电话, 让他来接我, 眯着眼睛看着昏暗灯光下的肖斐, 男人身上有着致命的吸引力, 让人忍不住想靠近, 我情不自禁地凑了过去, 肖斐忍耐克制地偏过了头, 夏小小赶到的时候, 我已经抱着酒桶吐了起来, 等我吐到清醒, 肖斐和小小扶着我上了车, 我没有再透过后视镜看着男人, 随着车开得越来越远, 肖斐的身影也逐渐缩小为一个星点, 逐渐消失在我的视野里, 第二天酒醒之后我独自开车回了丽家, 打算处理一下家里不干净的东西。 等我开车到别墅门口时, 却发现管家站在门外唯唯诺诺的, 似乎有苦难言, 我挥挥手, 示意她让开, 谁让你们进来的, 都给我滚出去。 婆婆蔡桂兰在屋子里歇斯底里地喊着, 东西被她砸得稀巴烂, 已经面目全非的客厅回荡着她的嚎叫, 你儿子死了你根本就不难过吧。 我蹲下身, 直直地看着蔡桂兰浑浊的双眼, 你放屁, 你个扫把星, 如果你早点离婚, 我的儿子, 我的孙子, 我的钱, 这一切都不会这样, 颤颤巍巍的疯婆子甚至还想抓着我站起来, 我直接侧身躲过, 对着蔡桂兰的头发狠狠拽下去, 她吃痛的叫出声来, 嘴里还在不停地皱骂, 我看你病入膏肓, 早点进去休养吧, 没过多久, 我就托小匪找到了认识的医生, 为我的好伯伯办好了精神认证, 夏小小则安排好了精神病院的事宜, 将蔡桂兰送了进去, 进去的第一天, 我就为我的好婆婆送了一份大礼, 她穷极半生积攒的珠宝, 华服, 被我送人的送人, 拍卖的拍卖, 捐赠的捐赠, 这些绝佳的场面都被我拍下来, 让一声为我的好婆婆循环播放, 贪财的老女人气血攻心, 整日在院里妈妈咧咧要求出院, 一管一管的镇定计扎进了衰老的皮肤里, 过过几天, 就传来了蔡桂兰撞墙自尽的消息, 便宜她了, 做了这么久, 呸, 小小帮我筹备着品牌大促直播活动, 边工作边愤愤地骂着, 挺大岁数了, 还不忌口德, 活该, 旁边的司机也跟着唾骂起来, 我看着豆瓣上沸沸扬扬的八卦评论, 面无表情地关闭了页面, 我成了公司的唯一掌权人, 我把40%的股份分散给了我的团队, 小小就占了10%, 消费拒绝了股权, 反而问起来Q的事情, 长期的复仇之战中, Q连洞是我唯一期待的事情, 我把手中视频材料都传送给了她, 断了一下, 这个,你可以跟我的团队负责, 呃,我会挑选最好的团队跟你洽谈的, 俩个人在小小的办公室里, 再次相对无言, 我要出国深造了, Q连洞你也可以找我的团队, 消费打破了沉默, 本来应该俩个人洽谈的事情, 最后变成了俩个团队的交接, 点着头说了好, 我出了门, 站在门口给司机打了电话, 消费不知何时也出门, 走到了我的身边, 贪婪地绣了我飞扬的发丝, 木木, 木质得像很像米, 冰门苦涩, 又那脸温柔, 我微微吃了一惊, 侧过身轻轻扬唇一笑, 她克制地轻轻后退一步, 双手放进了大衣的口袋伸出汲取温暖, 在阴雨连绵的日子里, 交通总是那样的狼狈不堪, 我们俩站在台阶下, 相识一笑, 但我只是贪恋这最后的余弯, 消费按照她既定的人生轨迹, 顺利地出国深造, 而那个午后, 我们的心照不轩地后退一步, 也为我的这场复仇大战, 画上了一个阴晴圆缺的句号, 我刷刷地签好了一份份合同, 打开手机翻阅起了微信的朋友圈, 鬼使神差地点开了消费好久不曾亮起的聊天框, 点进了对方的朋友圈, 看到了许久不发拍的消费, 活跃更新了起来, 有风景, 有旅游照片, 有工作照, 也有叙叙叨叨的每月总结, 我不知道故事的结局什么样才算最好, 但是所有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, 当然, 也包括我, 早就在这场盛大的复仇里, 失去了爱与被爱的能力, 如果还能有相遇的话, 希望可以穿越到消费的梦里, 穿越成为她的朋友, 最好是女朋友。